因为昨天早上11点半在国民党桃园市党部 针对桃园市第五选区平正龙坛选区的立法委员 这个立委出选电话民调 即将在这个礼拜天5月28号 礼拜天下午6点到10点 跟5月29号下礼拜一晚上6点到10点 以及下礼拜二5月30号晚上6点到10点 进行三天的国民党立法委员电话出选民调 邀集了这个立法委员 现任的立委李玉玲委员 还有这个我这边 那我是请我的这个主任 还有我的这个委任律师朱律师做代表 在桃园市党部跟我们桃园市党部的主委 黄敏公主委以及蔡忠臣主委副主委 黄国元党部的主委来协调 那协调当然是会中协调了蛮久了 但是协调不成 会中没有共识 这一张这个红色的框框 就是在后面协调 在我方要求下加入我的反对意见 律师当时也在场 里面的协调重点就是 因为第五选区 平正龙潭区的立法委员 杨家良 民进党的本来提名候选人杨家良 因故退选 退选了之后呢 那民调的题目要更改设计 必须尊重当事人 也就是李玉玲委员跟我本人的双方都同意 那协调不成呢 你起码在其他的这个选区都有看到 有其他的这个法条的解释方式 跟甚至还有的用做抽签的这样一个决定 可是呢 在整个党部的协调过程当中呢 却只采取对方的意见 而没有充分尊重我方的意见 而且很明显的就是 是党部已经跟对方讲好了 等于把我 我的我方委任的代表找去 然后请君入奥 再用这种不公平的民调设计方式 因为要变更民调题目设计 本来我们的政党对比 我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今天为这么的愤慨 政党对比的民调题目 占我们民意调查的100分里面的85% 个人互比 也就是党内互比 我跟吕玉玲委员之间的个人互比 只占15% 政党对比占85% 我强调 所以为什么我会要求 民调的游戏规则 你必须定律清楚 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所以在昨天 我提出要求 我的主张 当杨家梁退选之后 当然以现任 还有一位民进党 也有意参选的候选人 刘仁赵议员 刘仁赵先生 以他作为政党对比的对象 但是对赵一帮 吕玲玲委员他不答应 他坚持要用民进党参选人 这六个字 可是民进党参选人 在民调题目 打电话到 受访家里的时候 受访民众家里 当他询问 您赞成支持 谁来当立委 国民党的黄近平 还是民进党参选人 那民众一定会产生混淆 民进党参选人是谁 是哪位 所以几乎没有看过 就连台北市的大安区民调 在国民党有多人竞争的情况之下 罗志强 钟佩军 杨永明 当时开完了协调会 民进党也没有还没确定 提名哪一位 没有确定提名范云 还是谢佩芬 还是减苏培议员 或者是 这个社会社民党的苗博雅 四个人都有意参选 可是最后 他们还是选了一个人 选了范云 作为民进党政党对比 跟国民党政党对比的一个对象 所以不管怎么样 民进党当还没选区提名 那一个人的时候 表示你还是有一个假想敌 还是有一个政党对比的对象 可做对比 但是在昨天的协调会 党部 桃源市党部 跟 李玉玲委员这一方 却完全不接受这样的一个主张 坚持就是以民进党参选人 我们做党内出选民调 就是要严格的检验 如果你透过这样的一个政治霸凌 政治家族的恶势力 用这样的一个手段来打压 用民调 国民党用这样的方式 你民调玩死了郭台铭 你还要弄死黄近平吗 怎么可以用这样子 你们不可以联手为了成功 可以不必在我 但是你们不可以为了成功联手 做掉我啊 你们不能在民调设计的题目上 完全偏袒不公 国民党说 他们在11条 市党部说他们在11条的题目 11条的条文 题目里面就有提到 我相信你们在去访问他的时候 他们也会提到 如协调不成得以民进党候选人或 叉叉党候选人代表叉叉党为政党名称或无党籍 他们用第11条解释的后半段 但是不要忘了前段才会有后半段 前段是指什么 政党对比式跟党内互比式两种提醒出登记同事及他党有意参选人的党籍姓名外 其余不得增三修改 这个是前段 也就是说当我们有政党 就是我们自己党内的候选人 还有他党的有意参选的候选人 他党有意参选候选人 请问刘仁兆不是民进党他党有意参选候选人的这个伴酬吗 你为什么跳过前半段的解释直接看后半段 所以第11条的法律 第11条的这个应该说第11条的民调提名作业办法的规定 各有各有的各自有各自的法论解释 当市党部跟对照的李玉玲委员 你们这一方采用后半段解释 那我这一方我方采用前半段解释 也就是你有你的法论我有我的法论 那是不是要用更公平的方式 所以我提出民调要不要暂停延后 既然你们这么在乎民进党不知道要以谁做候选人 做这个政党对比的代表 我建议民进党这个国民党 这一次528 529 530的民调 是不是延后到6月初 6月中甚至7月再办民调 我们可以延后一两个礼拜 民进党的民调应该把民进党的这个提名人选 应该也是这一两个礼拜很快就出来 等待桃园市第五选区平正龙台 民进党正式征召提名出 确定了候选人我们再把民进党候选人 纳入民调政党对比的对象 我提出民调言后 也不接受 也不接受我的主张 从头到尾就只配合 对照的要求 民调照常 528 529 530照常办 但是民调题目要修改为有利于他们的方向 不管怎么样 设计的就是只能解释第11条的规定后半段 不要看前半段 只能写民进党参选人 来混淆选民的认知 所以我要拜托各位媒体记者 先进同志 好朋友 能够帮我 告诉所有平正龙台的乡亲朋友 尤其是年轻的好朋友 帮我一起在528 529 530 竟然你们要强度观山 用这样的一个民调设计扭曲的题目 来玩死黄近平 打压黄近平 设计要除掉黄近平 请大家在528 529 530 所有平正龙台的好朋友 所有平正龙台的乡亲朋友 尤其是年轻朋友 帮我站出来一起对抗这种政治霸凌 对抗一起在政治家族的政治之力 抹杀 政治谋杀 打压 霸凌一个年轻后辈 国民党难怪徐晓星说 国民党年轻人难怪都不敢 也不想加入 也不愿加入国民党 让所有的台湾年轻人看看 国民党的前辈 国民党的先来立委 是这样子打压 是这样子政治题目 修改民调 让民调能够 极掉黄近平 公平吧 不公平 所以我要求 今天 到桃园地方法院 我委任我的律师 正式 向桃园地方法院民事庭 正式递状 我申请 暂定状态处分的假处分 我请法院介入 这大概也是 国民党党内初选民调 第一次史上 有史以来有候选人 要求法院 申请假处分 介入 执行 暂时停止 国民党 桃园市立法委员 第五选区 凭证龙坛的 立委 528 529 530的民调作业进行 等待 民进党候选人 正式出炉之后 再定政党对比的这个民调 否则 对两兆双方 你对你公平 那对我就公平吗 所以 我希望民调 不要用这种扭曲 设计题目的方式 你如果连党内初选 民调都不敢接受 严格的检验 请问你赢得了大选吗 市党部 跟我的对手 你们在心虚什么 你们在害怕什么 你们不敢接受 民调的检验 又怎么能够通过 明年11月13号 总统立委的大选呢 你们不敢通过 民调的检验 公开公平的检视 透过这样的意图 修改对自己有利方式的 民调题目设计 想要在民调题目设计当中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玩死设计 除掉黄近平 请问你 就算你用这种 不择走断千方百计的方式 用民调 除掉 除掉黄近平 你明年的立委大选 你能够再凭这种 来移民进党吗